北美红豆,酸甜可口,能否成活,得看气候 下面我们看看,这种超级水果,是如何种植加工的 蔓越莓的生命历程,始于一株藤蔓 阳春三月,工人把修剪下来的藤蔓 搬到新的种植园,把藤蔓打散后 用机器均匀地铺在沙层上 藤蔓没撒到的地方,需要人工进行补苗 没人能想到,这台机器会出现在种植园里 捆着橡胶圈的压土机,把藤蔓轻轻地按进土里 蔓越莓植株,喜欢生活在PH值在四到五间 排水性良好的酸性泥碳土质,没有泥碳土,沙子也可以 它们喜事怕汗,耐寒怕热,还没生根之前 工人通过浇灌系统,每天给它们补水一次 待到植株生根成活时,会适当减少浇灌次数 除此之外,工人会利用大型喷洒机 定期喷洒杀虫剂以及除草剂,抑制害虫和杂草生长 冬天蔓越莓植株会进入休眠期 只有在冬天养精蓄锐,来年才能硕果累累 在冰雪即将融化之前,工人会为它们盖上一层沙被 他们先用机器把细沙过滤出来 然后用拖拉机,在结冰的种植园 覆盖三厘米厚的沙子 当冰雪融化之后,沙子会掉落在植株上 可以焖掉一些害虫的同时,也能为植株预寒 在悉心照顾下,蔓越莓三年左右,会迎来第一次花期 工人运来风箱,帮助花朵授粉 蔓越莓自花授粉,但依然需要密封宝梅 才能顺利接触果子 果实即将成熟之际,农药喷洒机再次上场了 每年这个时间,都得整圆跑一遍 防止果虫祸害果实 开花后三到四个月,蔓越莓迎来了收获期 大型的种植园,一般使用失收的收获方式 果实质地很轻,内有四个枪式 加上泡沫质的果肉,如同一个小型气囊 一惊敲下,立马就会浮出水面 工人打开水闸 把种植园淹没后 用作鲜果出售的蔓越莓 用水车式收割机进行采收 这种收获方式,效率相对较低 但可以大程度地保证果子的完整性 用作制品的蔓越莓 用的则是耙子机 工人先用耙子机把果子敲下 再把所有果实 用橡胶带圈在一起 利用机器抽到卡车上 收获的蔓越莓被运到加工厂 一部分经过冲洗后,去除杂质 随后果子会按照大小进行分类 在经过人工筛选后,就能装香入库 作为鲜果出售 新鲜的蔓越莓很酸,而且很容易变质 全球作为鲜果出售的蔓越莓 不到产量的5% 其余的蔓越莓 经过清洗筛选工序后煮熟 糖滋后烘干 然后包装入库 无论是蔓越莓干还是果汁 都会加入大量的糖 冲淡酸味 蔓越莓香味独特 营养丰富 据说是抗氧化的王者 我国北方有引进种植 但产量较少 因此很难见到鲜果身影